蝸伯格 八道 欢迎收看《爱情保卫战》 特别制作火热爱情剂 有请节目主持人少 Doing 欢迎朋友们 走进尤杰利亚 獨家冠明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一下今天帮助这些嘉宾朋友们的老师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图类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著名的作家 陆琪 陆老师 欢迎陆老师 还有专门给别人搭雀桥的 来自世纪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 除了三位专家老师帮助情侣之外 我们还有情侣嘉宾或者叫明星嘉宾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段 爱情不是很简单吗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复杂 何南 我喜欢你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你 对不起 我不应该因为你拒绝了我就去喜欢何东格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可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勇敢地说出来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说出口 并且这一天不会太久 有一句话 我一直想和你说 你说呀 我听着呢 我爱你 这是天津卫视正在热播的赵宝刚导演的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北京青年的一个片段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来请出这对迎评当中的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贺刚在剧中饰演河南 女主人公曾永提 欢迎曾永提 来 何提 何提两位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哈 剧里是情侣是吧 对 剧中是一对情侣 现实生活里呢 这个得大家好好看看 这个话什么意思 说两句吧 这你说呗 那个怎么说 不是 你们直接说你们是不是情侣就好了 咱们慢慢聊吧 到节目结束大家应该会知道个差不多八九十十 行吧 他们还给我们带一个悬念 在戏里你的背景是什么呀 是一个从加拿大留学回来一个海归 然后急于创业 结果屡次碰壁受到挫折 是一个海归小屌丝是吧 对 可以这么说 那您的这个戏里的身份背景呢 我在戏里就是一个海归的白富美 我追他 然后他一直觉得我家庭背景太硬了 然后就不好意思介绍 那最后你们俩有没有好啊 这个就要大家关注北京青年 好吧 咱们把戏剖开啊 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 像你这样的主小子 能跟这样的千金小姐在一起吗 我自己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情感可以战胜一切 我觉得爱情是一种信念 只要你保持这个信仰 这种信念还是会 就可以冲破蔚蓝的 等一下我们再次用掌声 欢迎这两位优秀的演员 欢迎你们 谢谢 特刚和曾永提呢 都说了自己的一个看法 只要有信念 爱情就可以突破一切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遇到的时候 你能不能有那么强大的信念呢 今天第一对走进我们七夕 专场的这对年轻人 碰到的就是如此现实的一个问题 来 请 我女朋友离家出手了 在我这里已经快一个多月了 因为家里面根本就不同意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他们觉得我跟他根本就不适合 他妈妈之前也找我谈过 希望我们能够分开 从小我就一直被他们操控着 现在我遇到好不容易 自己这么喜欢的一个男孩子 我不想再错过 我也不想放弃 我希望能用我的能力 我的努力 来证明给他妈妈看 我可以照顾好他的女儿 这是一个男孩子 发自内心的独白 请相信 我能够给你们的女儿幸福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类情侣 来 掌声有请 小钟 26岁来自冯庆 你主人公松松 25岁也正来自冯庆 来 有请客戳两位 欢迎啊 你家的条件到底有多好啊 就是父亲有公司 然后家里面从小就不吃不吃穿 什么都是准备好了的 反正平时都有保姆啊 司机啊这些来照顾我 他们照顾你那么严密 你怎么认识的这个穷小子呢 但是大学的时候一次同学聚会 当时就认识了他 我认识他的时候 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当时聚会上很多人 他当时唱了一首歌 很迷人 唱两句 我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外套 想念你白色袜子 和你身上的味道 又看给你乐呢 就因为这首歌 你就迷上他了 因为他当时唱了这首歌之后 给我印象很深刻嘛 在KTV那么喧闹的环境 他又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 始终觉得他心里某个角落 需要人去保护 其实我就喜欢他特别的实在 我朋友特少 基本上都是我父亲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就觉得我那些朋友 他们就特别喜欢攀比 我有几套房子 他就一定要比你多 那我今天买了一个什么车 他就一定要比我好 那你有几辆车呢 三辆 几套房子呢 现在是五套的 你追他到什么时候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富家女 去年 在一起之后才知道 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到他们公司去接他 我才知道原来他上班的公司 是他爸爸的 什么感受呢 有压力吗 很怪吧心里 因为说实话 有这种落差 什么落差 我家境很一般 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 我自己努力的 我妈跟我爸就特别反对他 我还跟家里面大吵了一架 趁我妈睡着的时候 我就把行李收拾好 我就跑去找他了 你现在等于是私奔了 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 人家都跟你私奔了 你还不坚定 对于他我坚定 但是他家里边 现在态度很强硬 他妈妈无数次地找过我 希望我们能够分手 他妈妈现在一个人带着他 所以说我不想因为这样 而影响他和他妈妈 这么相依为命的关系 你父母离异 对啊 很早的时候 六岁多 你母亲有再婚吗 有 但是我母亲再婚 也离了 你生父对这件事什么态度呢 不同意 理由是什么呢 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有人选 这是最重要的 你是坚决不会分的是吗 不会 因为太多太多事情 我从小到大都是听他们的 我读到学校 读到重点班 重点学校 然后还有我平时要学习什么 我以前是特别喜欢钢琴音乐 还有喜欢表演啊 唱歌啊这些 他们都不同意 非要我去学设计 然后我沿着他们的轨迹 去学了设计 公司很多同事就觉得 你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地方的话 我肯定什么都不是 你现在工资多少一个人 五万吧 五万 我很震惊 能拿到月薪五万的 那都是总经理级别的人 我在家里面也是这个级别的 你说的是你在家里面 也是这个级别的 很好 你说到点上了 如果你们俩好的话 这份工作你还会有吗 我妈跟我爸现在就这个意思 如果我非要干在一起的话 包括我的信用卡啊 储蓄卡啊 其他的全部都要拿回家 然后我自己 爱干嘛干嘛去 那我就想证明一下我自己 我这次真的都想回去了 叔叔 这一个多月来 你妈妈找我谈了这几次 让我压力真的很大 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现在暂时没有工作 你没有工作 是因为我父母坚决反对 他就觉得自己上班 可能要等到出人头地的一天 他就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他就想自己出来创业吧 等于你在想创业是为了证明 给他的父母看 对对对 那你们俩还能生活吗 我可以降低我的一些消费观念啊 在我自己觉得幸福就好 行了 我要问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接下来有专家老师和两位嘉宾 要帮助你们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教 曾老师啊 这个爱情的信念能冲破吗 我觉得其实这是两代人的一个观念的不一样 因为走过一些弯路或者是一些经验 也得听听父母的意见 你的意思也是让他们分开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听父母的意思吗 没有我是说 就是还是要多沟通 贺老师 你觉得他该不放手 应该不放手 应该不放手 应该坚持 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我觉得需要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 因为你们俩现在的确悬殊非常大 这个女孩 你现在觉得爱情是充满着光环的 当光环退去之后 其实你们就要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共同对今后生活的一个描绘是什么 这是所谓的爱情的匹配 第二 我觉得你可能是富惯了 你低估了生活的困难 第三 你一直是在父母的羽翼下生长起来的 可能你要和男方在一起 是你自我独立性的一个标志物 你可能在追求自我的独立 而不是真正的爱情 男孩 我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 你需要成熟 因为面临如此悬殊之大的爱情 破灭的风险是很大 所以你先闷心自问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有没有一颗勇敢的心 去娶到这么一个女孩 如果都有的话 往前进一步 大胆地去迎接你的爱情 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脱身刚刚好 我觉得他们比牛郎很多了 人家牛郎之女 最后还逼成一个异地恋 一年还能见一次 那是两地相望 他们是直接要他们分手 我觉得你比那个王母娘样还狠 只要抽风 一开始我觉得那个男生 我觉得他太怂了 天上掉下一个仙女 往外推 不要 你这肩膀什么都扛不起来 这个不行 后来我看那个女孩 说那个一个月五万月薪 我是一个穷小子出生 那个五万月薪把我给吓到了 我觉得你啊 现在还在天上呢 你还没降五凡尘呢 你还花着爹娘的钱呢 是不是啊 你说我可以放弃一切 跟他在一起 照样信用感 花花花刷一个月花几万 那人家是有压力 他的没有自信 一方面来自于自己 他觉得我可能给不了你 一个月几万块钱的 养活你的一个薪水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他对你也没有信心 为什么 他觉得你从来没有吃过骨 万一你以后吃不了这个骨 怎么办 你现在五万块钱 一个月花着 五百块钱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现在应该给他 一个很强烈的信心 这个信心在于什么 就是我不花这个钱 也可以什么 我就跟你一起 一个月花一千两千块钱 你试一下 是一个月是两个月 他信心马上就有了 然后我要说小伙子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能够扛得起责任 人家小姑娘 都已经千里迢迢来 投奔了你 你还想怎么样 你觉得他现在的压力 难道不比你大吗 他都能扛得起来 你有什么扛不起来 谈恋爱的时候 爱情是可以纯粹的 我因为炙热 甜蜜 引力 只有你 只有你 所以可以暂时地放下 贫富的差距 和生活的理念 但如果真正地回到 生活现实当中来的时候 现实的问题出现 就不得不面对 但是并不是说 有差距 就一定不可能逾越 只有真正能放下财富的人 才有可能 彼此真正地靠在一起 所以在这里 我想跟女方说 你能够放下财富吗 而对于男方来说 你能够面对那些 质疑你的目光吗 如果你能够坦然对之 内心当中 只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她 那我祝福你们俩 否则的话 趁早散 我觉得 我自己需要的爱情 跟我想坚持的东西 我都认为是我自己 值得的东西 我现在 我再说一句话 我们一点都不 担忧你对于爱情的执着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姑娘 大白债多少钱 你去看 不大 敢洗电 洗一条西装 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知道一把葱 多少钱吗 你根本不知道 如果等有一天 你愿意到菜市场 去了解这些 与你的生活 根本不相关的东西 我愿意相信 你愿意跟他 共同面对平均 可以脱离退 否则一切 都是缓 葱老师 我觉得你对他稍微严厉了一点 你不能一棍子打死 说他一定不行 我觉得 图老师的话 应该是提醒你 我们几个人都在提醒你 你现在所应该做的 就是从头奋斗起 跟你的男人 好好的白手起家 我还是想和这女孩说一句话 刚才各位老师所说呢 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跟你的父母切断联系 而且你现在私奔这种状况其实也是不对的 明白吗 明白 我想劝他回家 你做的对 但是小女孩 其实这里头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你 你的方式是不对的 不是切断你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而是切断你和你父母之间的金钱关系 老师们其实说的一个核心 你现在只有一半是独立的 你的思想是独立的 你的人格还没有完全的独立 因为人格的独立还要建立在你所有的自由的基础上 比如说你的财务就是不自由的 享受自由的时候一定要丢掉很多东西 母亲今天也来了对不对 对 来我们有请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反对是吧 反对 理由 差别有一点大 年龄也小了一点 她不是26她25吗 我希望我的女性 年龄上大过我女儿五岁自十岁 这是一个硬杠啊 对 她爱不爱无所谓是吧 她肯定会爱的 您怎么那么肯定啊 我们已经有那个核实的人选 她不是说她不喜欢了吗 她没有接触怎么会 你接触了 看着长大的 那您对情感那么有把握 为什么您自己的婚姻却不幸福呢 我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是以前也是没有听父母的话 反正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希望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回去 他们要就是在一起 你怎么办 那她就把所有的信用卡跟车钥匙甩拿出来 不管你了 交吗 交 阿姨 其实我知道我现在的条件跟您的要求差距很大 但是我也在努力 你认为你努力就有用吗 努力就能够 对 我知道那不是百分之百的能成功 可是至少我可以这样去做 朝这个方向去做 你现在还不了解她 现在她跟你在一起 我估计那个感觉就像 没有吃个方便面的人 第一次吃方便面 很好吃 多吃几次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个味了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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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妈妈都吃到女儿 吃不了几顿方便面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吃腻了她就会扔掉的 她离家出走期间 你去那找过她很多回是吧 找过她 你跟人谈什么呀 还是让她劝我女儿回家吧 你在跟那个小伙子接触当中 你觉得这小伙子对你女儿是真爱吗 现在看起来是真爱 但是那个 现在看起来是真爱 那你知道他们俩是真爱 你还要阻碍他们 阿姨 我真的在努力 不是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个怎么样 你还是放手吧 事后你的女孩子是很多的 刘少布要跟我妈说了 我管不了你了 那你就让你父亲以后来管你吧 刚才你母亲说了 她认为你过不了 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 我觉得如果是我上下的 我会坚持一辈子 我只是假如啊 假如说她放弃了怎么办 那我就当看错人了 她看错你了吗 不会 不会是吧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 我知道她的母亲跟你谈过交换条件 对不对 有吗 你妈妈只是让我劝你回家 交换什么条件 你明确地看着我说 她母亲有没有跟你谈过交换条件 她当时是说过这个问题 让我们分手 然后让我劝她回家 分手的条件呢 她没有说分手的条件 就是说让我劝她回家 我们分手 然后她给我一笔钱 谁给你一笔钱 她妈妈 那不你就直接说嘛 你跟她分手 她妈妈给你一笔钱嘛 但我又没答应这个事情 有过犹豫吗 没有 她当时说这个时候 我答应她的只是说 劝松松回家 因为这里面 我夹在中间 我难受 松松也难受 如果拿了的话 我现在还要站在这里吗 小人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 你明明答应我的 她答应你什么 我没有答应你 我只是答应你说 让松松先回家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 她答应你什么了 答应我跟她一笔钱 她自己创业 然后就跟我女儿分手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 我答应你的是 让松松先回家 你现在少狡辩 她同意了 对了 我没有 就在几天前 我们三更在一起的时候 我答应你是先让松松回家 那个时候 因为松松已经离家 一个多月 可是现在你 也没有劝松松回家 对不对 而且你当时 确确实实是答应了 她原话怎么说的 原话就是说 松松妈妈给她一笔 那个创业经费 让她去创业 叫她呢 劝松松回家 他们两个人分手 她当时就同意了 根本就没答应这个事情 你们当时谈的是多少钱 这个现在 不方便说啊 行吧 那你就说这个事了是吧 对的 那请回吧 谢谢 谢谢 松松我真的没有答应她 交易吗 当时说这个事 当时说这个事的时候 我只是答应她 先让你回家 你们这样 我是什么商品啊 你们拿我来交易 我支多少钱吗 我没有拿你去交易 我想跟小伙子 确认一件事情 让松松回家 和和她分手 这是两个概念 不给钱 不给钱 也得让她回家 对 我没有答应她 我只是说 因为她妈妈 从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答应她说 让松松先回家 后面的事 咱慢慢再谈 所以我就说 你智慧不够 其实人有的时候 需要智慧的 比如说 在这个场合 你干嘛非要说 那到最后就变成了 你们两方 总有一方说谎了吧 谁说谎都不对吧 妈妈说谎 是你觉得女儿舒服吗 你说谎 那心里就更不舒服 我没有说谎 对啊 那你没说谎 就他们说谎了嘛 所以在生活里 会面临类似 诸如此类的太多问题 那你们怎么办呢 要不要信任她呢 你们之间的 信任关系是怎样 才决定你们 未来的走向 想清楚 两个人可以 真情告白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按下来 边刷 电话 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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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你们俩之间他有信心吗 有 其实还是要看这个男生怎么做 如果这个男生真的觉得这个女生是他想要的话 他就会努力地去争取 去追寻 谁是投的赞同票 我们俩觉得吧 他们竟然能在一起三年多了 并且在这个生活中肯定也相互接触得比较好 不然不会接触这么长时间 所以他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宁愿相信他们的这个真挚的感情 可以战胜以后的困难 我觉得这个好 乐观积极 你们谈了多久了 快三年了 什么时候准备结婚 明年吧 今天情人节是吧 对 反正你们要快结婚了 你们俩那个热烈地拥抱一下 行 再热烈地亲吻一下 我们今天过节嘛 来 祝幸福啊 祝幸福 拖了这么久 其实就是一个目的 给他们两个人更多的考虑和考量 在这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问题 我们大概最大的误区在于 这个姑娘是有钱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 是这个姑娘的家庭是有钱的 我们很多有钱的家庭 现在没有给我们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 家里有钱不代表孩子是有钱 要记住 父母的财富永远是父母的 而不是你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我永远是你 你最爱的寂寞 不放弃是吧 不放弃 来 小朋友 感谢杰丽娅为本节目 好可爱哦 感谢杰丽娅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礼盒 好 感谢天津 冬一佩籍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石 等一下 你怎么那么不高兴啊 因为从小到大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顺从我妈的意思 我在这里想 真心的跟她道个歉 好 妈妈 我希望 你还是能祝福我 这个决定我已经想清楚了 阿姨 我会离开家里 离开公司里面 把车钥子 房子钥匙 还有信用卡 这些卡都给你们 我想自己独立的 跟小周一起 好好过我们的生活 我真的很希望你和爸爸能够祝福我们 阿姨 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 我也希望在你的见证下 多出我的努力 去更好地照顾你女儿 请你们给我们一次机会 相信他们也听得到 我们扔掉的是 他们强制要我们继承的所谓财富 我们不会扔掉我们的亲情 心情是不应该跟 来吧 小伙子 开开心心的吧 求个婚后 看你怎么求 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 神圣而浪漫的时刻 孙孙 你说以后的日子 都有我的画面 我也希望我剩下来的 三分之二的生命 能够照顾你 能够照顾你 保顾你 寄给我这个机会 我愿意 真爱他 就学会好好地保护 希望你们相爱一生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请回来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像今天 在这个现场的承诺一样 好好的相爱彼此 俯首一生 接下来这两个人的职业 让很多人羡慕 然而这两个人就因为 职业这点事 闹得不可开交 我们来看看 在今天的这个七夕 能不能让他们 有一个团圆的结局 一起来 我叫红林 是厦门航空的一名 空中乘务员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酒店和飞机上度过 我叫孙宁来自夏航 从小呢 就比较喜欢天空 也向往飞行 所以我也选择了 这份工作 每当回到家的时候 希望有一个人 在那里等待和守候 可是这个梦想 却很难实现 我和他也是因为 这个梦想才走来 在一起的 然后现在工作压力很大 也没有太多的个人时间 所以就是最少离多吧 现在他提出来说 让我放弃这个工作 然后能够回归家庭 做一个能在家等他的女朋友 我觉得女人 应该以家庭为重 每当别人回到家的时候 别人的女朋友 都是在家里做好饭 跟他老公下班 而是我 我到家的时候 却是空一人 自己坐在家里 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 我希望他 或许能为我放弃点什么 你也学会 一队空乘恋人 因为职业发生了冲突了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 红米24岁 来自哈尔滨 他的学弟是大专 女主人公 小明23岁 也来自哈尔滨 他的职业是空中乘务员 两位都是下航的员工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你们俩是同学吗 对 我们俩是同学 特别是高半届 怎么还有半届呢 因为我们学校入学 有三月份入学和九月份入学 然后他是三月份入学的 我是九月份 他是师兄是吧 对 你们是在学校就好上了吗 对 你是为他去的下航 对 你工作几年你就成务长了 我工作五年了 你也成务长 不是不是 安全员 算好啊 算是安全员 他是安全员是吧 对 但他不算空乘啊 我们兼职的 你怎么那么好的脾气 一直笑着 职业病吧 因为跟旅客交流 你不能把那个脸 他是不是心特细啊 男的乘务员 几乎心都很细 因为他们涉及到安全方面嘛 包括旅客的一些动态啊 这些他们都要观察到 跟我们服务比起来 他们要辛苦 你能格斗吗 你不是安全员吗 可以啊 徐总 来来来 我为什么叫你 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就你练过 你练什么呀 把他放倒 他要节肌 来 给你武器 别动 我要真紧 不要紧张 这不行啊 枪我都没弄掉 这一下我是终止这个动作了 如果下狠手 你可以下狠手 来我们再来一次 来来来 打三个没关系的 来 我还不经常 对 这么的 我截个色吧 你倒是想活 你这你可以下狠手 那如果我说我也练过呢 你们俩一起把他放倒 你干嘛现在告诉他 你一会儿就打 真老师 是吧 你练过是吧 我好怕怕 我还接他了 我接机 他那个怎么样你觉得 劲儿 有劲儿吧 回去吧 这是在学校要学的是吧 这是在航空公司学 航空公司学 对 那就说你不仅要给旅客 提供这些正常的舱内服务 是的 还需要做安全工作是吧 对对对 你现在不想让他飞了是吧 我想让他 找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 因为我们这种 飞行 聚少离多 大部分在外面奔波 很少有回家的时候 嗯 宠物长和安全员 谁挣得多 我 我将得多 应该你 干 人家干 这个不对吧 男人应该在外面奋斗 女人应该 顾家里多一点 那你这块找他干嘛呢 你又他同学 知道他要做工程 我们当初上学的时候 不知道这份工作这么辛苦 每天早出晚归 有时候遇到航班延误 我跟旅客打交道 受什么委屈 也没法说 只能自己消化 其实有时候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比如说过情人节 我们在机场搞活动 那时候是我刚刚飞 飞学员号位 然后有给 每一对情侣都 分发玫瑰花 然后有多出来的很多 然后我就去跟乘务长说 姐 能不能给我一朵 我回去也浪漫一下 给我男朋友送一下 因为实在没有时间 给他准备什么礼物了 到家以后呢 我就把玫瑰花藏后面 我就开门 我刚刚说你猜 今天什么节 结果他捧着 一捧的玫瑰花 还有帮我准备的礼物 包括 晚餐 还有红酒 都准备得非常好 我当时就 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就把那个花又藏起来了 你没什么不好意思 你爱护公物 你只拿了一朵 他偷了一棚 是自己买的吧 是自己卖的 但是我因为工作 我总是会去破坏这种浪漫 结果呢 当年到家以后 我就接到通知说 明天早上你要执行早班航班 我们飞行前八个小时之内 是不能饮酒的 酒也白准备了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真的是挺对不起他的 但是我觉得 既然我选择了这个工作 因为一是我的梦想 二是我作为一名乘务长 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对我的旅客负责 对我们公司负责 你现在是舍不得工作是吧 对 我是觉得 因为当初我们两个 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 可能没有考虑到说 个人时间会这么少 并且我在培训的时候 那时候刚到厦门 我们两个也经常会去 古浪雨啊 或去什么中山路啊 这些地方去逛 每个地方 我们两个也都逛遍了 但现在真正走进 这个工作岗位以后 越来越少了 这些时间 就是没时没点 我们的飞行周期是 飞四天休两天 两天休息之间 还要学习培训 算下来之后 就没有几个小时了 所以我觉得 你让他把工作词是对的 但是他很热爱这份工作 你可以看到 他手上那个伤疤 就我看过他们的选疤 按理说他身上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疤的 那应该是他疤 是在飞机上留下来 是工作之后吧 对 上个月吧 在飞机上被热水烫了 当时就起了一个泡 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然后回到家 他看到那个泡破了 然后说 你就请假吧 万一感染了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没有 对我工作有任何影响 我可以贴一个创合贴来飞吗 只要不影响美观就好了 那后来怎么这么大的疤 水泡蔓延 那一串皮就掉了 我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那你转地勤好了 你们航空公司不是有很多地面服务的吗 我也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嘛 我当初我是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走在一起的 为什么现在要因为工作没有时间就分开 而且我们公司有很多都是双飞家庭 人家为什么就可以 我们就不可以 为什么人家可以你们就不行 我不是在乎他陪我多长时间 我是在乎他飞得太累了 太辛苦了 我不想让他这么累 我相信我能撑下一片天 让他在我这片天里飞翔 我现在毕竟年纪还小 我也想就是在我人生中有多一些的经历 跟旅客交流 我觉得也是就是对自己的一种 历练吧 你们跟旅客有什么交流啊 上了飞机谁也不理谁 怎么交流啊 我们比如说航班延误啊 或者是有航空管制这方面的话 我们都要走到客舱里去跟旅客解释 包括为旅客提供就是优先服务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延误的这个经历 我最近一次的是我们爱宝 在做这个爱情地图的时候 我飞重庆 我在飞机上等了三个小时 现在就是航班延误了 各位旅客你们有什么 你们可以随意刁难他们 就是谁能经受得住考验的 我觉得今天专家老师就应该视同为 谁是更有钱制做这个工作的 来吧你们谁来 谁能刁难 来 我很坏吗 服务员 快点快点 跑步行吗 这三小时了 现在全需要什么呢 三小时了 什么时候飞啊 先生我们已经跟机长有过沟通 现在目前飞机还没有起飞时间 没有起飞时间 意味着什么呀 如果有时间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那你应该让我们下去 这跟我们找一个旅馆啊 因为飞机只有关舱以后才可以排队的 如果要是旅客都下去 如果有起飞时间 我们要重新上课 重新排队 是这样子的 我饿了 那好 稍等一下为您提供餐食 我喝酒 有啤酒可以吗 试一下吧 其实挺不错的 是吧 那小姐归姓 有留个电话呗 先生不好意思啊 这是工作时间 如果要不然您留您的电话 现在是无机时间 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 来 来 来 谢谢 有时间是感谢您的 那边还有两位旅客 先生我们这空调太凉了 是吗 行不行啊 你们这飞什么时候飞啊 我给你挑猫毯吧 几小时 四小时 那边三小时 我们这边四小时还不飞啊 我们还没有接到机场的通知 请您稍等一下吧 刚才服务前就叫通知要飞 你们还不飞 你们可以把空调关了吗 那你可以把这个通口关一下吧 已经关了呀 你应该太冷的话 我给你拿条猫毯 我已经盖了呀 你们说没有了 没有猫毯 可以我跟机场 休息一下加二分吧 扎肉飞啊 飞机 应该快了 刚才接到机场通知 还有三十分钟马上起飞 还有三十分钟 对 我已经今天快播了 来不及看 就是你们耽误的 饭没有吃也没有关 我们都干等的 你还没吃吗 没有 没够关 刚才已经睡着了 我待会儿给你拿一份吧 今后不吃了 我咳得挺有酒吗 您好 先生 我们飞机马上就要推出滑行了 因为刚刚我们才 接到机场的通知 如果您需要什么 起飞以后为您提供 可以吗 我就没事 我就渴都不行 那我先帮您拿一瓶瓶装矿泉水 可以吗 酒 酒有啊 起飞以后为您提供啊 不喝酒我就难受 喝酒会容易孕肌 没事 如果两位是一起 可以一起调过去 那你就帮我一个人调过去吧 那不准操 我们能去那边吗 那边能不能去啊 那边是配搭飞机 刚才听说了 那边是旁边那家配机啊 对 你可以帮我升上 你要想改航班的话 我可以联加地面 我俩是第一对 改不了 谢谢啊 你就明显发现 这个乘务长的业务 跟这个乘务员的业务 不太一样 我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乘客 我看着我心里 我觉得处置得非常好 这个咱们不谈 那个专业问题 我刚才在你 给这个曲总提供 这个本事服务的时候 我问你男朋友 我说你还不上去 抽他呀 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 恋人不能飞一个航班 确实情绪容易失控 是不是其实你反对他 非跟他这个工作性质 有的时候真的碰到 这种极品的乘客有关系 这点我倒不在意 我们毕竟是同行吗 我会理解他 我不是 我是说你不心疼他吗 当然心疼了 要电话这事 我反正看完以后就是 我说你怎么那么坏呢 你交道 像他这样的算是最极品的吗 还是在服务过程中 还有比这个过分呢 也有就是比较 可能刁钻的旅客吧 但是我们乘务员 在平时飞行中 也会累积很多这种 随机应变这种能力 我们不可能说去 跟旅客来硬碰硬这样的 前几个月不是有一个 是穿航吗 有一个乘客 就拍了空姐的屁股吗 然后他解释说 这是我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吗 那如果有这种乘客 对你这样非礼的话 你会怎么样 我们当然要找到目击证人 第一点 就是有旅客会为我们作证 当然好人比较多 我们可以就是 飞机到达目的地以后 把这位旅客交给地面公安 如果这位男士在身边的话 你会揍他吗 不会 他这样非礼你老婆 你都不揍他 是一种职业素养吧 我相信一个警察 他老被调气 他也不会打那个男的 我就最大的感触 就是太不容易了 没早没晚 私人生活 其实受到了很大的 这个约束和限制 接下来就是真的到了 大家给他们出主意的时间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如果这个女孩 她将来还是要回到地面的 为什么你不让她继续先实现她的梦想 就算现在放弃了 她心里永远会有个疙瘩 以后给你吵架 会说你原来不让我怎么怎么做 我说不定现在可以怎么样 还不如再给她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她将来还是会落到地面上的 我觉得可能这样就更完美了 贺老师 她在戏里也是那么一个 善解人意的有钱的海闺女吗 戏里比较自我一点 那你怎么看待她们呢 我觉得她挺好挺般配的 在一块多好 继续自己的梦想好好飞就好了 我觉得其实从外形 包括你们的素质来看的话 真是天造的一对 如果非要让你们做一个决断的话 真是太难了 我说男孩 你作为安全员 你在飞机上 你是保护飞机和乘客的安全 去制止那些行凶的人 但现在你就在持爱行凶 仗着爱 你就让她放弃那份工作 爱里面是要尊重的 不光尊重她现在拥有了一切 还要尊重她坚持的一切 通过刚才的情景模拟 我觉得她的专业水平远远在你之上 所以就这一块这个专业素质来说的话 她虽然是你的师妹 但是她现在比你做的之位高 是有道理的 你能因为爱 然后放弃你的工作吗 你可以吗 那矛盾已经化解了 但是我放弃了她还是那么辛苦 就事业而言 没有一件工作 得到成功是可以唾手可得的 都很辛苦 如果你想成功达到自我满足那种成就感的话 一定必须付出 其实我们两个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主要是有一次 她奶奶过生日嘛 她妈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是说能不能回去 然后我也答应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也是因为航班晚了 然后她等到最后我也没有上去 可能老人家也比较失望吧 因为也是过大寿嘛 我再问一句 你们俩彼此信任吗 我很相信她 信任 她应该很招女孩子 是吧 应该是吧 反正也没告诉过 你这叫信任她呀 你不就怕问信任 我相信她是没有的 但是她要是跟我说呢 她不可能跟我说 我从这个男生的刚才的种种表态里面 我发现了一点问题 首先你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觉得女人就应该在家里面照顾老公的 你希望她做地情 希望每次你下了航班之后 推开门之后 已经有人做好饭了 已经所有东西帮你弄好了 但是你记得 你要求的这个东西 是要让她放弃她的梦想 放弃她的事 为什么这些事情 一定要让她去牺牲呢 在一个家庭里面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有付出 我们试想一下 现在你们两人在同一个航班上 这个航班即将坠毁 你们会对对方说什么呢 丑部长先说吧 下辈子我还肥 下辈子我还不让你肥 这是坠毁吗 这当然是坠毁了 这绝不可调和的盲论呢 这就是坠毁啊 我们回顾一下 女方在最开始在下航面试的时候 和面试官的对话 你为什么到这来 因为我的男朋友在这 对 我是这么说 是这样说的吧 对 我老婆对我说的最让我感动的话 也不是什么我爱你 是说你不管到哪儿工作 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得妻如此夫妇何求啊 曾老师曾经有一部电视剧里面 有一句台词非常经典 我这一生的事业 就是爱你 让你快乐 那既然是如此 为什么要剥夺对方的快乐呢 也许对方在这份工作当中 要经历很多 其他的工作 所不会面临到的屈辱 和你所看不下去的一些情节 但毕竟是他的快乐 就像他所说的 下辈子我还要飞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为什么我们作为男人呢 不能奉行一下 让他快乐下去呢 为什么不能呢 任何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都会有付出 但最关键的在于 对方的付出 不是我们所取的理由啊 若干年之后 再去想想当初 你老婆说的这句话 你为什么到下行来啊 因为我男朋友在这儿 这句话很感动人的 我现在却要他离开这个地方 他因为我来到这儿 我现在基于因为 我要他离开这个地方 这话说得出口吗 他为了你来到一个 同样的职业的地方 经历同样的工作 有同样的爱好 彼此在一起相守 而且他的工作的体力 难度并不一定比你的轻 为什么你就扛不住了 你就要求别人付出 而对方却没有气呢 要求你付出呢 其实放弃工作这方面 我也有想过 但是不是现在 我觉得我趁着年轻 我还可以多做几年 也许以后我也会回归家庭 但是确实不是现在 行吧 再给我点时间 那个男人三五年都怎么样 我是觉得小否则 可能没有把内心 最真实的东西说出来 现在你的焦虑在哪 除了他的辛苦之外 还有谁 他刚来厦门的年 我妈妈在厦门 给我买了栋房子 就为了让我们俩安稳一点 但是今年刚才说了 我奶奶七十八大寿 还没有能回去 其实这一点 对我们家人触动很大 感觉这个工作太不安稳了 然后家里人就 旁销侧应吧 说你是不是再应该找一个 稍微安稳一点的 你实际是受到了 来自家里的压力了对吧 是 你家里压力有多大呀 给你介绍女朋友了吗 还没有 唯一是回避这个问题 快介绍了是吧 介绍了一个 见面了吗 还没有 干嘛的呀 这个不清楚 介绍了一个你能不清楚啊 我没听 妈妈怎么说的 怎么夸那姑娘好的呀 我当时把电话就挂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 你们可能坦诚特别重要 你要把你真实遇到的 困惑和困境 你要告诉她 你们自己想清楚 道理是三年还是五年 是说三年以后我不飞了 还是三年以后我结婚 我生孩子 然后我再飞 你到底怎么想呢 咱们今天把这事敲死 给小伙子一个答复 我觉得三年以后我们结婚吧 不搞气 可以吧 那就五年 七年 我是觉得你需要一些智慧的小伙子 还不明白 就早点结婚行吧 一会儿你们商量 怀孕多长时间 女同志就不能飞了 发现哪一天 从发现哪一天 对吧 太坏了 我没说什么 我就问这个 我问 咱都不走 第一次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不想让这些小问题 成为大问题 来阻碍我们的爱情 每当你飞回来四天 回到家里 坐在沙发上 看着没有打开的电视 你知道我心里的那种感觉吗 你点上写满了疲惫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 去擦掉这些疲惫 我希望你为我放弃一点东西 再给我点时间 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 我觉得现在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也答应你了 我就说 以后呢 咱们两个结婚了 有了孩子 我也会专心去照顾家庭 但是现在让我再奋斗两年吧 可以吗 我也不希望天天回到家 然后只看到那些 你吃的泡面啊 不想让你只吃这些素食 我尽量去做到 抽出一切的时间来陪你 来照顾你 可以吗 还有吗 没了 亮灯吧 给程度长一个建议好不好 也许是时间久 也许是你们都累了 你们挺疏于交流 不飞的时候 如果你在执行A航班 他在执行B航班 都在落地 或者都在等课的时候 就不能发个短信吗 我相信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都发的 为什么现在不发呢 因为也是 没那么忙吧 也是过战期间的话 我们是不能开手机的 没那么忙吧 还是不想发 你做学员的时候 肯定发过 发过吗 发过 对啊 你也一样啊 还是不想发 回去吧 真心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尤其是小伙子 我看这个感情的主动权 还应该在他手里 请回吧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 觉得他们应该继续呢 还是有可能 分的可能性比较大 来 请选择 现场有66.67%的观众朋友 觉得 这段情感 根本不会因为 一个要飞 一个不让飞 而受到什么大的冲突 那么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再给我点时间 我以后肯定做一个好戏 亲爱的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也是你的生日 我希望用这一数千话 来弥补我们以前错过的日子 谢谢 嫁给我的 来吧 小朋友 谢谢你 等着 别着急 先说广告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 提供的套餐礼盒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那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 老婆我爱你 以后 我们两个结婚了以后 如果有了孩子 我也会做一个好妈妈 然后做一个好老婆 谢谢 什么时候要 爱了 学聪明了兄弟 请先领结婚证好吗 好 大家回家吧 私信请回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队嘉宾朋友 在他卖清道路上 又碰到了一些什么 请看 请合得 大队猫 这一队的距离来自真正咱们所说的物理距离 先生要在南极工作很长的时间 女朋友有点守候不住了 来 掌声请出她们 掌声有请 男人人公小白 29岁来自湖北 是科研人员 女人公小我24岁 也来自湖北 是这太子 来 有请两位 你管他叫什么现在 我管他一般的叫他小媳妇 你跟人谈了多久恋爱 你管人叫小媳妇 今年五月份是两年整 但是资料上面却说 其实你去的趟南极就去了17个月 对 两年是24个月 24减17 你们俩就谈了7个月恋爱是吗 南极上的交流应该是两年 真正在一起是7个月 你去南极干什么 去南极做科学考察 要待17个月啊 对 越东的队员要待17个月 那你想他怎么办呢 那边可以上网 就是在网上 对 他开始在那边的时候说 他回来之后会陪我 好好地站一站 去想去的地方看一看 他回来之后有两个月休的 可是他也没有休 就直接去工作了 然后上个月他又出去了一趟 又是一走就是一个多月 我有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陪一下我 但是其实我又挺支持他工作的 我自己就挺矛盾的 而且更主要的是 他前段时间跟我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还想再去西南极 因为我这个工作有一点特殊性 它属于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基础工作 也就是说你要求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 要稍微高一点 但是他又是一个相对来说体力一点的活动 就是说从业人员相对少一点 然后我这个专业来站南极 又比较能够发挥我的能力 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知道他是干这个的吗 知道 当时是觉得 特光荣 特光荣 特出卖了 现在我也特光荣 特出卖了 那就行了 我也支持他 但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女生 我担心他 去年十月 十月之后 我在网页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南极扣脚对面直升飞机坠毁 看这个标题的时候 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特救心 深怕 很怕是他 那种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得了 冷吗 冷 肯定是冷 那里我们去年的话 我去的时候最低温度是零下的四十度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除了科研工作以后以外 最主要的生活的就是两栋楼 一栋叫输舍栋 一栋叫生活栋 然后这两栋楼之间也就二三十米吧 但是在南京那边 他刮大风的天气 七季以上大风的天气 百分之九十 下雪的天气百分之九十 就是二三十米的距离 你每天吃饭 你要走半个多小时 要半个小时 风大呀 顶着你吹 你就是寸步难行 有的时候你有可能走一步 不小心没张文就被吹回去两步 还有一个极业的问题 就是看不见没有太阳 从四月份到八月底左右吧 那有危险吗 有危险 但是保护措施也是有的 然后我们的考察队服 也是经过特殊制造的 就是你穿上去以后 你在那种寒冷的环境下 是没有感觉的 那要在热的环境里 穿你们队服什么感觉 那就起废子呗 今天有带来吗 带来一点比较简单的 这是我们那个考察队红色的 这是最普通的一种 我们这个工作确实也很危险 毕竟是一个极大恶劣的环境 但是国家对我们的保护 也是很到位的 所以说我觉得觉得 他有的时候担心的太过了 因为去南极 他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会有极业的问题 他说有那个综合症 那段时间我们打电话 就会有一些小摩擦 这个极业综合症是什么概念 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内 人数比较少的情况下 会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波动 提不起精神来 或者没事找事之类的 没有影响吗 离开那个环境就好了 所以我就 就是如果他再去的话 我就会很担心 我跟他在一起 四个月左右 他就走了 有时候就想 如果他能多陪陪我就好了 你们俩恋爱过吗 其实恋爱不是 我觉得我跟他是一见钟情形 对 我的一个铁哥们 娶了他的堂姐 他是伴娘 然后他是伴娘 我是伴娘 然后我就在那上面认识 后来一起吃饭的时候 就他送我回家 就等那个公交车 不知道为什么 那趟公交车一直都不来 平时那趟车十分钟都来一趟 那一次半个小时都没来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 就聊到很多 就是感觉我们的 想要的生活啊 价值观啊 想去的地方啊 这时候东西都特一样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 听你真爱我 他就说 我从南京回来 为家人就嫁给我散了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就心里 就是盯了一下 就那种 后来他就去新疆了 所以在一起就四五个月 我当时 是我送他去上海的 当时他登上雪龙船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 其实没什么 就是我想一年时间 过得挺快的 特效应 手一摆 头一挥 就走了 但是当时拖着那个行李箱 从那个码头 走到火站的时候 那个心里难受啊 我从来没有过 就是一路哭 就特难受特难受 所以我就是 很不想他再去了 因为我会很害怕 我现在就不知道 自己想怎么办 就不想他 在外面去 虽然他说是很难去 你们父母什么意见 我妈挺喜欢他 因为他对我爸妈挺好 但是我妈妈也跟我说 我就是 就是以后结婚呢 他经常出去 我怎么办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想来听听老师 行吧 跟我说一下怎么办 你们是有智慧的人 你们说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给点建议吧 这位男嘉宾这么优秀 有工作这么好 我觉得 其实应该更加支持他吧 默想可以有 太想执着这个男嘉宾 那他可以跟女孩 可以先再结婚 有孩子再去 完全也可以 没必要 非要叫这个进 非要急着去南极 你会有这时间和机会啊 未来的人生路很长嘛 天 好好陪陪他嘛 我先问女孩一个问题吧 一开始你知道 她是勘探队员吗 知道她是可考队员的 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参加婚礼的时候 我姐夫跟我说的嘛 哦 你对这个职业是怎么想的呢 怎么理解的呢 当时就觉得特光荣 所以女孩 我觉得你很矛盾 你既爱上了 应的高远 但得到之后 你却要圈养她 你不能以爱的名义 就要去囚禁她的 自我价值的实现 不啊 我不想囚禁她 但是我就是 我自己心里矛盾 就是纠结在这里 我不知道怎么办 给你一个建议 你要先测一下 自己的承受力 你的承受力分几方面 第一个 她不在你身边 你的孤独感 怎么去克服 怎么去消化 怎么能让自己 更加的独立 第二 她所处的工作 会面临很多的危险 你怎么去 平衡这种感觉 第三 要对你们俩的未来 有一个规划 共同的规划 你们虽然谈了很长时间 貌似很长 其实在一起磨合 的时间很短 但爱情真不是那种 看得很远 很渺茫的那些事情 而是真真正正的 就是日常那些 平淡的事情 一定要共同规划一下 然后再决定 你是到底能承受孤独 还是说失去它 同时 我想问问南方 爱情是一个 很严肃的事情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些事 你到底想过没有 想过 这些事不是婚姻之后 才发生的 我在南极的时候 我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我走之前 就已经认定它了 我就想跟它走完这一生 所以说我在南极的时候 我就考虑过 为我们两个以后的生活 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准备 在那边 除了考科考工作以外 业余时间 我就会去跟我们那里的厨师 学习怎么做菜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 就这方面还是有所准备的 我觉得那女孩已经挺好了 真的你真的要感恩 为什么 你想你什么都没有承诺她 什么你没嫁的话 我就嫁给我吧 一句话甩下她17个月 17个月回来之后 她还在等着你 这事你一定要感恩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然后我特别能理解女孩 为什么 因为女孩在看到 比如说奥运冠军 航空员 都会有一种 哇好光荣 好厉害 这种憧憬 但是真的跟生活 碰撞到一起的时候 她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就是激情 跟生活的冲撞的问题 每个英雄的背后 其实都有一个 苦苦等待的妻子 英雄是为了大家 舍弃小家 对于大家来说 对于国家来说 她是一种公司 但对于家人来说 她是一种最大的自私 这个是你现在 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你要了解一下 作为一个女人 她所需要的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对于大部分的女人来说 最终最终最终 她所要的 就是自己所爱的人 在自己身边 她现在要你做的 不是让你放弃你的梦想 而是想要一个希望 懂吗 就是你去一次南极 你说我还要再去一次 OK 没有问题 我都觉得可以的 可以再去一次 但是你什么时候不去呢 你会不会下次再要去一次呢 是不是她每年都要承受 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呢 所以说你现在不是要决定 要不要去南极的问题 而是你要告诉她 什么时候是终点 一开始一对恋人上台之前 我们都会认为 他们没有问题 他们是来秀恩爱的 但我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和谐 他们两人大概是 在这个舞台上 最相近如兵的恋人 两人根本不吵不闹 这我恰恰认为是问题 太过于为对方考虑 太过于相近如兵 是件好事 促进爱的增长 但同时也是一件坏事 压抑了自己的个性 失去了自分 夫妻俩之间太和颜欢色 而没有任何矛盾 这似乎让人感觉 有点问题 因为问题不容易爆发出来 家长里短的夫妻生活 就是在暴露问题 解决问题过程当中 来获得最大化的性质 这个其实小白你自己想 如果对面那个女孩 真的是你一生要去爱的 你自己平衡好 你的工作和她之间的关系 因为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做她那个工作 做她那个工作的人 除了专业技能之外 还真的需要一些 这个自我牺牲的一些品质 而你选择了这样的人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的付出 要比其他的女性要付出的 更多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能不能接受 自己考虑一下 今天说你母亲也来了是吧 来我们有请小白的母亲 来有请 喜欢吗 喜欢 我儿子工作了 我还是很支持的 就是说他工作家庭 还是要平衡一点吧 比如说他在南极 气候比较恶劣一点 我也是挺担心的 这十几个月里面 我这心老是纠着在 因为南极只要有什么消息 我就是手上做的事情 我就赶快放下 马上在电视里面去看 就是总是担心她 再就是说 有时候有几 一段时间没通电话 我就心里也是纠着在 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肯定是很担心的 那么如果呢 我就说呢 要她呢 工作家庭都能够 全很影响 就是这样 好 谢谢妈妈 来 请回 说今天还有你的 同事的老婆来了是吧 对 来 有请 她是我们这一次的 管理员的太太 那管理员呢 管理员去西藏了 要去下一期的人 你好 大家好 你先生又西藏去了 对 他参加今年 中国第29次南极昆仑传 科考队员的西藏选拔训练活动 以前我是那个 做他们考察队员医学保障的 你也去过的 我没有去过 我是在国内做医学研究工作 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因为在南极那个地方 中国在南极一共有三个考察站 他们只是其中之一 叫中山站 还有一个更加危险的站区 叫做昆仑站 也就是我爱人 现在去选拔的那个站区 然后呢 因为他们不同的站区 其实环境因素是不一样的 像小白这个站区呢 它主要是低温严寒 但是在昆仑站的话 可能是低温严寒和缺氧 环境更加的恶劣 你老公离开过你多久啊 跟他一样17个月 你们结婚多久 他离开了 我们是在他去之前是谈恋爱 还没有结婚 是回来以后才结婚的 当时在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他已经跟我说 他要去南极考察 要17个月 他当时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作为南极圈的人 我们会离开中国 去到南极的另一端 就好像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样 但是我们一定会对家人好的 我相信他 回来你就嫁给他了 是这样的 结婚了吗 今年结婚了 然后他就又要走啊 有可能要走 你心里没什么想不开的吧 我 其实我有难过的时候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作为南极圈的家属 我们应该对他们 最大的宽慰 安慰和支持 就是一旦他们去南极 就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另外一端 其实他们心里是很内疚和自责的 所以一定要理解支持他们 因为我比他年长几岁 然后我的爱人也比小白年长 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心里上 比他们 比这个小吴会更加成熟一些 我觉得他需要更坚强一些 就去寻找一些事情 然后呢 您一半都寻找什么事 因为我当时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就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在上研究生 那我要完成我自己的课题 我也会担心 但是我尽量让自己盲目起来 你要听见了 谢谢你啊 你们是英雄 他们比英雄还英雄 这多不容易啊 你对他的感情 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 想清楚 你们在这一分钟里面 每个人各自的一分钟里面 把内心最想对对方说的话 说给他听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我知道我的工作 对你造成了很多困扰 我没有 不是把我百分之百的时间 用来陪你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在我工作之余 我一定会用我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时间 去满足你 去陪伴你 我知道你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 知道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都会用我的余生来满足你 其实我今天拿到这里 并不是说我反悔什么的 我愿意走 一次 两次没关系 但是不能说是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有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希望 你能多的时间能陪一下我 就像牛郎之旅 一年还能见一次 可是我们却十七个月 还不如牛郎之女 其实我要的很简单 你再多的时间能想一下我 能多陪一下我 就是能给我一个期望 能让我有一个期待 就这样 行吗 行 我 再去一次吧 以后就不去了 好 时间也到了 来亮一下灯 还有一个东西 是她早就准备好给你的 但是就是因为技术和各种原因 其实你没有 见到或者听到 这是一份她的队员 送给你们的祝福 你看一下吧 来 明天我要交给你啦 明天你要交给我啦 要不是每天的交通 烦恼的我 明天你要交给我啦 明天你要交给我啦 要不是你问我 要不是你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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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让我 一走 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来 两位请回 请回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像小吴这样的人 我们不是第一次 因为工作兴致 是常年不能回家的 确实有这样的冲突和矛盾 那么他们能不能 真的 跨越这个距离 走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好 好 这个主要 谢谢 谢谢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店 感谢杰莉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杰莉亚套装的礼盒 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 加点我吧 这是给我的吗 所以人家是夫妻的吗 来两个人一起抢你说 嫁给这样的英雄是需要勇气的 每一个女性在想要嫁给一个特殊职业工作人员的时候 都需要有一份很大的付出 我们祝福她们 接下来是我们杰莉亚爱情保鲜剂的时间 爱情中的女人一定要独立 不光是经济独立 还要感情独立 不能只是说快乐着你的快乐 悲伤着你的悲伤 而是要靠自我感受就能收获快乐 提侍为什么会成为情人节 因为它证明了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始如家境的差距 始如地狱的差距 这些困难我们都可以用坚真的爱情去解决它 但是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必须要坚持一点 那就是妥协和包容 不求而得的 往往是求而顾得的 比如说爱情 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不抓住 这辈子都会后悔 既然牛郎之女都分隔两地了 你们还注定要老雁纷飞 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和海豚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最该感谢的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记住从八月开始 爱情保卫战每周四和周六晚间 准时和你见面 谢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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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